對 部落客一整天都怎麼樣度過 嗨 大家好 我是崔咪 其實很多人會好奇就是 我目前的一整天的工作的狀態 對 部落客一整天都怎麼樣度過 剛好今天有接一個工作 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怎麼準備我的工作 然後跟包括我現在還要去醫院放聊幹嘛的 怎麼去安排我的時間呢 喜歡今天的分享吧 其實七點多就起床了 因為我今天下午有一個工作 其實有時候我工作的時候我都會 請那個彩妝師來幫我化妝 雖然我自己也會化 但是我會希望我的工作的成品可以效果更完美 所以我會請我的好朋友玉米來幫我化妝 他平常也幫很多藝人啊 就是model那些化妝 然後他現在幫我弄我的頭髮 我妝現在已經化好 我現在隨便帶一個假髮 對 我今天沒有要帶這個假髮出門 好 他現在在幫我弄我的頭髮 然後他幫我弄的頭髮可以 超持久的 我現在 還直擊 對 他現在在幫我弄頭髮 快 我四點只能看我側邊 哈哈哈 對 他等一下幫我弄的 很好看 來幫我修剪 動 對 對 好囉 期待你的成果了 好 等一下來拍成果 對對對 然後剛才就是化完妝之後 然後吃完飯 接下來就要去醫院 對 我其實這陣子每天都要跑醫院 因為就是要做放射線的治療這樣子 然後放射線治療我都會帶這頂夾髮 比較短的夾髮 因為脖子這邊就是照完之後 你要塗一些 像是那個放療救援的凝膠那些的 就是 因為其實放射線 每個人都問我說那是什麼 就幻想你做雷射治療 連做二十幾天這樣子 所以說 你的皮膚可能到最後會變黑 或者是有一些刺痛敏感的感覺 在做完的時候 你就去擦一些保濕的凝膠 我自己都會準備這樣子 所以頭髮就短短的 比較不會黏到人家髮 好 然後我都穿全黑 因為它上面會畫很多線 它其實會弄髒你的衣服 所以我都穿深色的衣服去 然後帶口罩 好 男生要去醫院囉 對 現在就在醫院的路上 大家有聽到那個背景音樂嗎 沒有 我們就是一邊要開去桃園的路上 然後一邊在路上聽 如意轉 把握時間 然後我現在就是剛放療完了 然後我自己放療完 我都會就是用一個紗布 塗那個保濕凝膠之後 然後比較不會弄髒我的那個衣服 然後等一下還要換造型 不能這樣子去工作 對 等一下會換一個造型囉 我今天粉底那個玉米說 特別幫我用了那個 地油心的粉底 因為我最近就是一支都用那個 上次我跟大家想說 MAYBILLE那一款粉底 我很喜歡 毛孔的地方也不會很顯喔 它真的很貼 很美好 對 粉底 我很喜歡 然後 它就跟我說 你要用看其他家的喔 我說好啦好啦 就來試用看看好吧 然後 然後 我今天用地油的粉底喔 但是你知道嗎 我粉刺噴出來耶 它剛上完的妝是蠻漂亮的 但是 我現在鼻頭這邊有蠻多粉刺的 然後我自己有帶那個 MAYBILLE的粉底 我等一下應該 會服裝 地油粉底的效果 然後我會請它在拍給我看 跟你們講是哪一款粉底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用過 它一樣是號稱四九的 但我覺得它 使用上來它的 比較薄一點點 所以它在上去的時候呢 我的臉皮膚比較滑 所以說它的遮瑕度 是算是中等對我來說 然後再來是貼妝度 我也覺得是中等 持妝度的話 對 看得到嗎 雞頭跟下巴已經有噴油 那我接著就去桃園囉 我現在在桃園的桶裡 然後 對 我現在來家 我來得特別好 我先挑 我不要點能量 你不要點能量 你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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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 就是這雞蛋 很美味 這雞蛋 只會有多半分 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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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妨 炒香蜂蜂蜂蜂蜂 這個很好吃 放下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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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放還是沒有 還是你不要放 放在那邊的手 放在那邊 放在那邊 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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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再擺這樣 然後再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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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人在桃園孔領的 茉莉咖啡館 讓你們看一下茉莉咖啡館有多多好吃的東西 這個是主餐 這是 半年特大 是半年特大 感覺好濕潤 這個是牛排 不是牛肉 可以給一起吃 然後他們家有名的蛋糕 香蕉 巧克力 麵蛋糕 然後還有鬆餅 剛好偷吃他的那個冰淇淋 很美味 然後還有這個 一樣是鬆餅 等一下吃不然我全部都會外帶走 超好吃的 好囉 我們現在繼續拍那個 DIC 他們家的彩妝 他們在桃園孔子 就是 第一家的 旗艦店 這樣子 超多東西可以賺喔 然後這個粉底很厲害 他們家的 超十九 鍛鍊超五粉底 這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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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厲害的東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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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吳洛怡的 男朋友 就是Jale 他就是揪了我們這群人 然後要幫洛怡 過一個surprise生日 然後聽說他就是 故意跟他講說 沒有生日派對 所以洛怡他就是 非常的失望一整天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幫他準備了 我身後的這些厲害的禮物 然後還有漂亮的蛋糕 然後我們現在就等大家就是 到了之後 等一下進去給他驚喜 嘿嘿嘿 然後我剛剛超緊張的 因為我剛剛就是 我是第一個到 可能因為今天下雨天 所以大家都塞車了 然後 我就被領到樓上去了 然後打開門 看到吳洛怡的背影 想說如果他轉過來 看到我的話 就不要看 所以我整個嚇死欸 整個嚇死我了 然後幸好我看到他背影 我就說 吳洛怡是不是在裡面 他們就說對 我就說那不對不對 我要來一樓等 所以我現在就在一樓囉 好 那我們今天就要給吳洛怡驚喜 現在第一個人來了 就是我跟妳講 恭喜 對啊 我們兩個比較準時 我超早就出門了 我沒有很早 我住很近 你住很近 好吧 第三個是梓琳來了 慶生大會 快點 耶 你也拿一個氣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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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我沒有落雲 生日快樂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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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的時候 我走了 啊 啊 還行嗎 還行嗎 還沒想到 欲想嗎 謝謝 謝謝 來來來 來來來 來來拍照 來來來 你是不是有對 啊 你知道對是真的嗎 我怎麼覺得 怎麼會這樣 你還有蛋糕欸 是菜命做的嗎 不是不是 你男朋友訂的 他媽也訂的 他策劃很久了 對 你真的很不爽 本來今天心情是不是不好 你真的很不爽 對啦 那現在現在呢 悠悠我有被嚇到 真的 你被嚇到 我們開始了 來 最後一遍 大成功 幾月 幾月 第一個熱望 對希望在場的人 都可以身體健康 前日加越多 越算越多 對 對 對 我是應該差不多分兩個願望吧 對 我跟很多人推薦這款質地 然後包括我的彩妝師 有時候要去正式場合工作的時候 我會特別請彩妝師幫我化妝 然後他用的時候覺得 天啊 這款底妝真的很厲害 挑選 我會不會有 我會不會有